警槍的動作 在這個時候本所所長也非常機敏的 先閃過了陳譴的搶奪 警槍的動作之後 立即將他壓制在地上 並且尚號逮捕 呼叫支援 將他代案偵犯 在移送的過程當中 本所發現 該名陳姓嫌疑人 錢科雷雷 不僅有多項錢科 而且居無定所 目前的戶籍地也是 寄註在監獄當中 所以 本分局 在移送的過程當中 有向檢察官陳明上訴事實 地連署檢察官也非常支持 本分局的做法 並且將該名深壓或阻以上 請問一般民眾戶籍可以設在監獄嗎 他的 據我所了解 所以他如果 浮請的期間 超過一定的期間 是可以把物資遷到監獄裏 那他幫助收押的理由是什麼 收押的理由就是 因為他第一就是聚務定所 然後第二 因為像 我剛剛所陳 跟各位陳述 他因為發案雷雷 不僅有毒品 而且 之前也有在 之前也有在 在其他單位有 防疫公務的 案件在身 所以會 以 避防禁激壓 而且還有 固定的部分去做出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那個槍 他有要搶奪的時候 遠景是做怎樣的 方式的閃避 不讓他躲那個槍 是 他 你可以 一下嗎 因為他在 盤查過程當中 他是坐在 那個機車上面 他沒有下車 所以他的左手 一往 本手手長的 腰肌 去做 升血動作的時候 本手手長馬上一個側身 先把 那個腰肌的配疆 入住之後 再把他的手抓住 之後就是 以及進行逮捕的動作 並且護照支援 他之後就沒有在做什麼 比較積極的抵抗 沒有 他全程都非常的消極 在新聞筆錄的過程當中 也非常的消極 也不願意承認說 他有 駁槍的動作 但是我們播放影片給他看 他跟警方表示 那不是搞的 當時是一位遠景 還是兩位 兩位 所以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是做 警戒的動作 所以他在 合作所長 在散過 搶槍的動作之後 這位遠景 也立即 上區前去做壓制的動作 謝謝 感謝 謝謝 謝謝 謝謝